好 TV 閉嘴的頭條 追星情報戰 今天帶大家來出外景 我們來看到的是新生代的創作歌手 陳華 終於在睽違大約兩年的時間 迎來他的人生第二章的正規專輯 而其實這一次呢 他其實也提到 這是他出道以來 第一次有專屬於自己的這樣的記者會 心情多少有一些忐忑 不過呢 在這一次的創作當中 他甚至找上了Karen C.C.這位歌手 來一起合作寫歌 據說在這次的專輯製作 過程怎麼樣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心情 因為其實我自己寫歌是比較靈感派的 我如果不想要像寫功課一樣 因為如果用寫功課的話就 可能我覺得沒有很好聽 不會到特別好聽 所以好像還好 這次沒有到那麼難纏 我記得上一張比較難纏 因為那時候是很趕著要發 然後就可能在三個月內要寫十首歌這樣 或是兩個月 一個月這樣 好 其實除了作品本身之外呢 因為這一次成華他的專輯叫做 在極度愛你的日子裡 這個愛你當中指的意思 這個不免就被問到的感情狀況 那麼其實他剛剛也很大方的坦誠說 確實現在有穩定交往的另一半 感情狀態是全堂沒有錯啦 而至於說在成華他在去年呢 因為接下了非常多的校園演唱 因此被人家稱作是笑唱女王 今年的工作安排呢 他則說大概是持平 不過也因為呢 其實怕這個出席破光率太高 擔心大家看膩 甚至是說呢 在自己的身體狀況上也怕出問題 因為他前一陣子其實就有大約感冒了 兩三個禮拜 一直都還沒有好 因此還是希望這個工作量穩定就可以了 據說在年底的計畫呢 他說跨年目前已經抵定了 要唱一場 據說這個地點會在未來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做宣布 以上是今天的TV絕對頭條 隨意心情保證